有朋友来访不利乐乎 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ne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你知道影响世界的三颗苹果当中 第三颗苹果 如何带来社会的改变吗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于毒品成瘾 很容易有戒心有防备 但是对于数位科技成瘾 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吗 你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 数位成瘾的警讯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宇宙光的总干事叶真平总干事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键订阅 就可以继续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哦 今天我们很荣幸叶真平总干事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欢迎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在优势这边跟大家见面 我是叶真平是台北宇宙光的总干事 欢迎老师 老师我想先请教你哦 数位海洛因是什么意思啊 数位海洛因呢 它有这五个字有两个概念哦 一个是数位 也就是我们说改变人类有三颗苹果嘛 第一颗就是亚当夏娃吃的那颗苹果 那第二颗呢就是牛顿 它被打到头的那颗苹果 第三颗苹果呢 就是叫其他的那个 就是对他们创造这个 那因为智慧型手机 或者说网络的一个 在整个地球中的一个无远不见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我们发现 在这应该是差不多二十几年 这二十几年当中 在网络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普遍呢 有开始有一些现象呢 其实是跟海洛因也就是说 传统的一个毒品的 一个成瘾的这个现象 类似的一些现象发现 那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科技成瘾 或者是那个行为类成瘾 所以这些概念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数位海洛因 因为他们的一个影响 其实远大于 我们觉得我们发现 它其实是远大于毒品的影响 这很可怕耶 对 因为一般我们对于海洛因 就蛮负面的一个印象 听到海洛因 我们可能就会有 很基本的尝试知道不要去碰 可是这个数位 我们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防备它 所以这个数位海洛因 好像给大家有一个 当头放喝的一个感觉 是 就是说 因为毒品 就是我们传统讲海洛因 大麻 或者什么安非他命 或者酒饮 喝酒 或者药 好吃药的 或者是那个烟饮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你要吃进去的 就是你要 对 你要主动愿意吃到 你人体的一种 外来的东西 那数位 就是数位这个部分 或者网络这个部分 它是 看起来好像你没有吃东西 你没有 你没有真的去接触一些物质 可是呢 那种无形的一种影响力 它其实是更是 可以说它是渗透到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而且 它影响的层面其实是所有的人 除了那个没有 internet的地方的人 很奇怪 那 那 传统我刚刚讲的这些叫做 substance addiction 就是说 属于叫做物质性的成员 物质性成员的意思就是 你要吃一些东西 你要接触一些东西 然后你没有办法控制 这样的状况 可是internet就是数位海洛因的话是 它是无形的 它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它都到处连串 而且是每一个世代 它没有说一定是 那个儿少啊 然后儿童青少年这个部分比较严重 其实它是 它是所有的人的状况 只要 只要你是跟internet 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这样现象都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 哇那这听起来蛮恐怖 而且真的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很普遍性的 可是大家对于毒品 或是其他容易成员的东西 大家好像都比较防备 我知道要小心 可是对于数位科技成员 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戒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重要的是因为internet 它因为像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广告说 有科技来自于人性 就是说对 就是好像基本上科技的发明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让人类的生活更便利 那因此其实网络它的一个强大功能 它也整个也都是在往这个目的 在走 那也因为这样子 它才能够满足广大的群众的一个需要 你才能够带来最大的获利 所以它基本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从我们人类的需求 这个角度去设计的 因此它的一种需求的一个设计 是满足你的全人的 几乎是你全人的所有的需求 其实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满足 那因此你的需求 谁可以让你得到满足 我们不就很容易就会就往那个地方走吗 是 就像马来西亚有一所幼稚园他说 上面有一枪写说 孩子呢喜欢好玩的地方 可是他们会待在有爱的地方 就是这个讲的其实就是 你看孩子 他们这就是孩子的需求嘛 他们喜欢好玩 但是他们更需要被爱 所以什么地方有爱 他们就往那个地方走 那为什么因为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需求 我们需要被爱 我们需要去爱人 所以哪个地方有这个 有提供这个 那我们就往那个地方走 那网络现在已经被设计成了 无数的专家投入了无数的资金 就是为了要满足 不断不断不断的满足人类无数的需求 所以你说不进去哪里太难 那再加上COVID-19 其实我们居家办公啊 居家学习啊 这个变成是 我们的生活必须如此 所以这个 他满足的 最重要的是他满足的需求是在台湾 他比我们 以往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物质类的成员 他满足的需求的那个准备太多了 所以你看像我们在台北 我们在那个捷运上面 你只要一进去 大概十个人 有九个人都是低头嘛 都是这样 是 为什么 那小小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这么吸引你很多 对 就是因为那里面把我们 人的内在 我们需要的东西 都在那里可以得到满足 而且很快 是 很快 而且便利 而且那个又不贵 就是他的整个设计 让你就 非常不可 很厉害 嗯 不过现在就是 就像你说的 他有他的便利性 普遍性 方便性 所以大家很喜欢用 那我想 用跟成影 应该是不同的一个阶段 一个不同的程度 对不对 那应该要如何来定义这个影呢 以你的定义 其实WHO 它目前 如果说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讲 大概只有 对于游戏成影 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是 游戏成影的一个定义 它基本上 必须是 比如说他离开游戏 他的情绪 就是他的时间 可能要将近一年 的这样的时间 他不玩游戏的时候 他的情绪就会很糟 然后 他为了要玩游戏 他可能 他本来的角色 或者他的功能 他就放弃了 那或者是 他放弃了 他原来的角色和功能 比如说小朋友就不上学了 主婦呢 家庭主婦呢 就不主办了 然后不做家事了 然后那个年轻人呢 就宅在家里 根本不出户了 就是说 他原来应该办你的角色 他不做 那另外第三个 第三个可能性的 可能的指标是 他没有了这些角色以后 他的生活已经更糟了 他还是没有办法去 那个才叫做 如果WHO来讲的话 游戏成为的话 要符合 这样的一个指标 所以不要 回复您的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 真正如果在医学上 认为的 他其实已经是到这个程度 是 他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便利性 方便性 满足我们的 比如说 我们的娱乐需求 我们的原济需求 这些 他似乎是 好像还不到影 对 他是可以区分的 但是呢 这个正是一个过程 他不是一刀切的 对 那这个过程 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个过程 大概分成五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叫做 漫不经心 就是说 我现在举的例子 是属于游戏 游戏成为这一块 就是 那个 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呢 如果他还在实体去上学 就到学校去上学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天 他放学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同学 他本来不玩游戏 OK 然后他看到他的同学 有几个聚在一起 在玩某一种游戏 然后他好奇 他就过去看 这个叫漫不经心 就是说他一开始 他并没有 对这个游戏 有任何的接触 其实他的环境刚好有 然后他就看到 这是第一个阶段 然后 然后他就知道 哦 有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 第二个阶段呢 就叫做 友谊 就是说 有我这些同学呢 就邀他 那他也喜欢这些同学 然后他就跟他们玩 跟他们玩以后呢 那爸爸妈妈问他说 哎 你以前不玩了啊 那你 你现在 现在 怎么最近会玩这个啊 他就说 因为很多人都在玩啊 嗯 有同才压力的感觉 对对 就是 就是 同才一起 他就觉得很有归属感 是 就是friendship 第二阶段 那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都还不会觉得 这个孩子 我们都通常都还不会觉得 说我们跟这个孩子 有太多的冲突 嗯 那如果这个状态呢 他继续下去 就是那个程度 又在加深 因为addiction 这个就是ate 对不对 前面是ate 对 你要 一直加 一直加 对 就是他 他没有办法勤 他就 又要加 好 再加上去的时候 到第三个阶段呢 叫做沉迷 沉迷 沉进去 嗯 那沉迷阶段的话 通常我们开始 就会有充足了 什么充足 为什么 沉迷阶段 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哦 他很容易答应你说 好 我只玩这样 可是呢 他也很容易就做不到 嗯 那已经 那 这就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 你会发现 他会愿意承诺 他会愿意说 哦 我要停 可是实际上 他已经快要停不住了 对 嗯 沉迷 那沉迷阶段的话 开始会有冲突 有些 就常常会说 你单一妈妈要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不到 就是就是就会 就就开始会有这样的指责 是 然后 呃 孩子呢 可能他也会很挫折 嗯 因为 就是已经开始在拉扯的越来越大 现在只有两个力量 嗯 一个是我 真的成瘾的方向 一个是 就他原来的生活 没有 这两个就 拉去越来越 那在这个时候 要把他拉出来 还是比较有可能的 是这样吗 是是是是 是 没错 就是 但是你这个阶段 如果你的方式 你用的 所以我 我自己 为什么我很乐意要接受 这方面的访问是 因为我的最重要目的就是 要到 要 你就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 它是个过程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预防 对对对 我们就可以做预防 那会比较知道说 哦 现在到这里了 如果再怎么样 他下一个阶段可能会省 那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 更警醒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在拉扯 是 那这个拉扯阶段 如果 你的环境 没办法拉他出来 反而把他推进去的话 那就会到第四个阶段 叫做 叫做那个 爱与背叛 嗯 就是说 这个阶段的孩子 他开始 他的生活的很多的层面 都跟这个游戏有关 是 他买的东西啊 他看的新闻啊 他跟同学的那个谈话的内容啊 嗯 对 你就是发觉 咦 这个东西 occupy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满脑子都只有这个的感觉 对对对 他存钱就是为了买这些 是 然后 他的成就感啊 他的快乐啊 越来越多就是自己来 嗯 你有感觉 那个ade了吗 对不对 一直加 有有有 然后 然后 这个时候可能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 可能孩子就 妈妈说 我的信用卡怎么被刷了 台币20万呢 没什么 我要去查 哦 原来是他10岁的孩子 去买游戏 那后来再去查 他怎么可以 他怎么会知道妈妈的信用卡呢 因为妈妈有一次打电话 知道为什么打电话的时候 跟对方讲 他的信用卡 孩子在旁边就把他记下来 也蛮聪明的这个孩子 很聪明 很聪明 然后你看 他可以刷20万 你就是蛮人心 太可怕了 对 这样的新闻 其实很出不穷 但是等于他 他已经超过他的能力 然后就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原来的那个 他原来做他原来角色的时间 一定越来越少 对不对 这是个消长 越来越多心力 时间什么都往这边 这边去投资 所以原来的部分都会越来越少 那到这里当然冲突都会越来越大 是 然后到最后如果你又把他往下一阶段推的话 那最后就是我选 就是到那个 敬拜 敬拜的阶段 就是基本上 那个 其实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 那个物质性成仪的这些 你可以看到他们到最后都是敬拜 就是说他为了赌博 他倾家荡产 他为了吸毒 他命都不要 他可以抛弃气质 这些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只要是你 而且到了第五个阶段 那个本质是一样 就是你已经变成他的徒人 为了那个徒人 你基本上你完全离不开他 为了接近他 什么你都可以做 感觉好像奴隶一样 是奴隶 所以我讲到这里应该你也可以体会 然后观众朋友可以体会到说 其实那个银的本质 自古至今没有改变 对 只是那个媒介 那个media在改变 现在是因为第三颗苹果以后 那个阴城内变成是一个阴界 但是没有阴城内之前 其实可能 可能是酒啊 烟啊 像酒烟现在都还是有啊 对不对 对对 不过对那个大家好像就比较有防备心 但是对于数位层一 大家好像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因为他实在是太 太好用了 好的地方太多了 嗯 好的地方 所以那个好的地方 跟那种灰色一直到黑 其实是一个过程 对对 那那这样子数位科技的成瘾的定义 大概会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定义为成瘾呢 就是就是像刚刚所讲的 他他有一个情绪的一种符法 嗯 因为他已经非常依赖他了 所以没有他的时候 他整个情绪就就会非常的烦躁 是 这是第一个特征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会耐受性 就是说那个东西要必须更多 原来只要到三分的 然后他后来要到六分才满足 那他要到九分才满足 就有点像吃药也是这样 对不对 一开始吃三颗 后来觉得不够 还睡不着 好 多吃 对 就是那个耐受性在增加 是 然后另外呢 就是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那个 那个控制 他没有办法在 在控制他自己 所以 如果白话一点来讲 你的定义 其实就是你大脑的刹车系统坏掉 这个比喻很好 很好了解 很好了解 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大脑 其实都有那个刹车系统 可是呢 尹 它会逐渐的让我们的刹车系统坏掉 它会 它很有趣 就是说 这个力量很有趣 它会让你慢慢麻痹 它会水煮青蛙 是 就是听到温水里面 很开了很开了 后来 你慢慢 我越来越 对 它就逃不出去了 嗯 对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以至于你的那个刹车系统 就坏掉 因为 所以 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突然间断掉 它是一直被 错误的使用 然后它就 放掉 这样 嗯 不过我很好奇哦 因为就是数位科技真的是很普遍哦 不管几岁的孩子 或是老人 大家都在用 不知道在临床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哪些年龄层 或是哪些族群 是比较容易会有 数位科技成瘾的问题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蛮多的 那 一般来讲 游戏跟成瘾的类型也比较有关 像游戏成瘾的话 因为一般来讲 因为一般来讲数位科技成瘾 或者说我们现在叫做行为类成 有三种啊 游戏 社群 还有性成瘾 这三种 那一般来讲 游戏瘾 跟性成瘾 男性的 年轻的男性的人口是比较多的 嗯 然后社群 就是那个social media的 这个部分呢 就女性的人口会多一些 就是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讲 那 但是如果说 那个 年龄层来讲的话 那当然游戏 基本上 在年轻一点的男性族群 会多一些 是 对 那好像如果种族上来讲 嗯 看过有一些研究是在讲 说像亚洲的 呃 男性 呃 在那个游戏瘾这个部分的 这个比例也是稍高 但是这个可能还有国企 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 的一个差别也有 嗯 嗯 哇 所以真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族群 或是什么年龄层 其实都有很高的危险性在里面 我都很需要自我警惕 不然就很容易会掉进去 哎 是 嗯 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分享几个 数位海洛因上瘾的例子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知道 大概 如果到什么程度 或是自己应该 注意一下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有什么样的行为的时候 要开始警惕了 嗯 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五个 五个阶段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 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 您就可以 你的脑子里面 你就可以浮现一些 一些行为的状况 嗯 就是说 嗯 如果我们 我们能够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的话 是 我必须这样讲 我们常常 像我们在临床上 或者我们 常常跟精神科医师 也有很多的合作 是 就是通常 父母 带来的孩子 都已经是 大概到第四期 到第五期了 是 对 那范中豪说 那个状况就是什么 我们说三门效应 什么叫三门效应 就是 我们所持的儿少 房门 家门 校门 就是 您可以知道 如果 他出不了 他还能够 出得了那个房门 出得了家门 然后进得了校门 那这个状况应该都还好 对 OK 然后但是他会开始 从进不了校门开始 所以他拒血 对 然后 然后第二个 他出不了家门 是 那更严重 对 那再来 就是更严重的 那这种状态 这样的例子就是 父母可能都把三餐送到门口 就是 房门口 是 所以这样的状况 比较多 差不多是二三十岁以上 而且大部分都是男性 因为所谓的宅在家里 就是连房门都出不去 那 那一种状态其实 我们说冰冻三尺 飞于日之寒 他都不是 就是说 他从可以进校门 到连房门都出不去 其实那个也是个过程 他不是突然间变成 对 所以 其实 如果 如果一般来讲 从他没有办法进校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情绪 但我们更希望的是 他在 比如说刚刚讲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那个产品 就是他 你发现他开始 比如说他对某种社群 然后某种游戏 他好像 没有办法 控制了什么 那个时间 我们刚刚讲刹车坏掉 他的刹车已经在告诉你 他的刹车引引快掉 快要快掉 其实就已经是很大的 那表示已经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如果能够回来 就是说那就可以到第二个阶段 很有做就是 可以慢慢做回来 应该说一般的家庭 如果做比较大的改变的话 第三个阶段的 其实是做得来的 如果在上教会 再加上家族的力量 社区的力量 其实是可以回来的 但是如果说 这个孩子已经到第四 刚到第五 我必须这样讲 我觉得到第四跟第五的阶段 一般的家庭是救不了 就是说 你只能认品他这样 因为成瘾的过程 我们刚刚只有讲过程 那其实成瘾的原因很复杂 你以为可能只是这样 但实际上不只这样 比如说我听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 可能说我的孩子呢 他就是活中的时候啊 有个七年级八年级的时候 他在学校被同学霸凌 然后呢 他就开始 他就不爱去上学啊 那不爱上学呢 我们又要工作啊 所以就 他就在家里 他在家里 然后他就 当然就上网了 那他上网以后 他不知不觉 他在那个网络上 就交到一些好朋友啊 所以那个游戏 就越打越什么 我们听到了很多版本的意思 是 你可以听到说 他可能是 他受过一些伤害 是外面的感性的 然后呢 家庭的也有一些因素 然后网络的那个 强大的吸引力 吸引力 对 也有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因子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整个成因的过程 他是有时间线的 所以如果说 我们发现说小朋友 从Freshship来讲 其实我个人觉得 Freshship这个阶段 其实就要有几绪 是 因为我 我这一阵子 我接触到 有一些那个夫妻 他们 常吵架 因为 就是 可能是老公 每天晚上八点 他都要上 他们就越好要打游戏 连线 然后那个时间刚好 要帮孩子洗澡 然后看孩子功课 然后又要催孩子上床 是 对 所以呢 就两个小孩 小小的 那种状况里面 夫妻就常因为这样 那那个老公的理由 就是说 我的同事们都在玩啊 我上班累了一天 我休息一下 就是这个书压嘛 对不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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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朋友都在那里啊 是 但是 就是那个 其实 这一类型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 要有一点 注意了 嗯 因为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吸 一个拉 应该怎么讲 一个吸 一个推 这样 对 如果他那边吸 你这边推 他那边吸 他那边拉 如果你这边 他还要 给他回来一点 对 对 那 那就有点像 会拔死了 这样 对 所以我们看到 看到他这样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重点是 我们要怎么 让他 就是 这边要有什么东西 吸引他过来 对 重点在这里 是 对 我想下一集节目 我们会更多的 讲到如何来预防 跟治疗的部分 不过现在我还是 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数位成瘾 只是对他心理层面 生活 这个 这些层面有影响 还是真的 其实对他的身体 对他的大脑 什么的 也有影响吗 是 因为那个成瘾 我刚刚有讲了 他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全员性 就是所谓的全员 就是我们 宇宙光 一直在谈的 那个身心理群 天人互火 这样的一个大的架构 就是我们 我们是 就像那个圣经 那个路加福音 会章五十二节 讲到耶稣的智慧 声量 神和人 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 一定增长 对 所以我们健康 其实也是全员性的 但其实我们生病 好像瘾 瘾的话 心情医学上 已经就是游戏 瘾 就是一个病 那生病这件事情 也是全员性的 它没有那么简单 只是心理层面 或者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影的那个过程 我比较是从心理层面 在讲 对 感觉好像比较在心理层面 我比较心理层面 在讲 但实际上 全员性的层面 我刚刚讲的是 心理层面的角度 其实生理层面 我在我那本书 有爱无影的书 里面有讲 有一章我就写说 我怀念我的旧大人 这是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多人 可能1995年之前 出生的人 我们生长的年代 并没有医生物 对 其实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网络 对 也没有Apple 那个手机 对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 大脑的 一个回路 就是跟现在的 1995年 或者有的人是说 1998年之后 出生的叫做 Digital Network 就是日本人叫 网络圆明 网络圆住民 网络圆住民 这样的一种概念 我们的那个 整个大脑的回路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真的吗 对 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 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做过非常地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那个 像我有四个小孩 我自己 我自己的年代里面 其实 数位科技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可是我的孩子们 就是说 我请教他们 任何一个问题 他们都会觉得 教我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我就仔细再去了解 为什么他们觉得 教我很困难 因为 对他们来讲 他们很自然 对不对 对 那个就是他们 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 那什么叫做自然 那个就是 就像母语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就是生理的东西 但是他 他要怎么去 所以他脑袋里面 是怎么去看到 运作这些东西 但是对他已经是一个 一个像他的一个 data base 但是那个不是我的data base 是 我变成 他们教我 我觉得 妈妈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 因为我没有那个 我们没有那个 steps by steps的那个 往回路的过程 但是他们有 而且因为他们一出生 他们就活在这种 私讯剂生活 是 然后triple O triple W 人家说 whatever whatever 那个whatever这样 嗯 他们就是活在这个时代 可是我不是啊 那意思 我们在生理 上好 其实你这些事情 嗯 他为什么那么难治 他在生理上 实际上 嗯 你对某一个东西成为 其实也是 代表你的大脑 对那个东西 其实已经成 已经习惯走一个路线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 嗯 为什么会游戏成 嗯 可能孩子 他这个都牵涉到说 比如孩子 他心情不好 他回到家 他在学校 心情不好 回到家 那第一次 他发现 心情不好 回到家以后 他玩那个王者荣耀 觉得 诶 多花蜜 就是那个多巴胺 就分泌了 他觉得 啊 好舒服 好快乐 OK 这就是第一次 大脑有一个这样的记忆 然后你记得这件事情 下次他心情又不好 他就赶快再去玩 他有点点记得 诶 那个 那我再来玩一次 好 这个都还没有固定 你看慢慢慢慢 Friendship 第二阶段 但如果这个路径 他又常常心情不好了 他就会想到这件事 一而再 再而再 三次 四次五次 那是形成的回路 对 那什么叫大脑形成回路 就是意思 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 从上班的地方回到家的固定路线 固定路线 对 就是那个意思 你根本不用思考 对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做那些事 这真的很可怕 变自动化 所以你说脱影的过程 等于是什么 是一个request 它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路径 所以你变成 那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有很多那个家长 就大家不了解 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不只是心理 其实生理 那甚至 那个灵性上都有 因为像 有些成语 它是有一些 spiritual上面的一种 一种 征战 相信 是 这个在教会界比较少讲 但实际上 在教会里面 性成语的比例 我觉得绝对不雅 一般的人 我说今天是 是吗 其实它不会浮现出来 它不浮现出来 但实际上 那我觉得有很多的年轻人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不是不敢讲 是不敢讲 因为那个性成语的状态 它是越隐为 有没有 你游戏成语 父母还看得到说 哦 你游戏 但是现在网络上 你要建议一个什么 建议一些设计网站 其实别人看不到的 这是很隐为的 我有一些暗主 那个性成语的状态 比如说它是那个什么 银行的行员 在银行工作 那它只要那个 没有客户的时候 它脑袋就是开始 各种那种性的画面 就会进来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部分就进来 就是这个种想法 还是这种画面 情节 所以像性成语 这个部分 就我们的了解里面 它不止有心理上 它有生理上 它有的时候 还有灵性上 就是一些恶者的一种攻击 就是说 对有些人 他可能被性侵过 有些性创造 那他有时候 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样的一个部分 孤单 还有受创 还有一些生理的 一些多的机制 还有反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他们蛮容易 可能被恶者 在这个部分趁虚而入 然后好像变成是一个 色情的那种 但是他又不敢讲 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密集 对 这个真的很困难 对 真的是全人的影响 不像我们 想的那么简单 好像只是一个 心理层面上的影响 对 今天真的很谢谢 叶总盖师 我们节目当中 给我们很多 很棒的分享 让我们认识 数位成瘾是怎么回事 如果对于数位成瘾的治疗 还有预防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锁定我们下一集 叶老师会继续来教导我们 如何来预防与治疗 谢谢叶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键订阅 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有朋来访 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有朋来访 不亦乐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